《京华风云录》 卷三 夏都志义 作者 京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三章 义友刘王溃奉钱 毛泽东请湖北王任仲 广西刘建勋共进晚餐 这是他上山后第一次请人吃饭 他是王刘二位为私人兴致的朋友 毛泽东年年难寻 每次都要在武昌东湖住些日子 不单是东湖宾馆环境优美 湖光练艳 而是作为晚辈的王任仲 替党主席提供了别的省区所没有的周祥服务 这种服务是不便明说的 契征云孟泽 波汉武昌城 武汉象称千湖之城 自然不乏女子宛如出水芙蓉 祝东湖宾馆夜夜私足 美人长心了 王任仲 任仲道远 是毛主席的爱情 唯有蓝平恨得牙痒痒 从未涉足过东湖宾馆 刘建勋主政的广西南宁 递近热带 雍江清澈 冬天水暖 是毛泽东必寒冬永之地 广西是全国出名的穷省区 财政靠国家补贴 粮食靠兄弟省支持 但在首府南宁 却为毛泽东修建了两座行宫 一为明园 一为西园 平时就那么空养着园子 专后毛主席冬天临兴 广西壮族自治区缺钱缺粮 却盛产民间歌舞 一出歌剧刘三姐 唱遍全中国 自治区主席韦国卿 也是毛泽东的爱情 也乐于为毛泽东提供周祥的优秀服务 刘建勋作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与韦国卿配合默契 省级领导人受到毛泽东的宴请 不在乎每位佳肴 而在于那份恩宠荣耀 现今庐山上住着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把手 加上中央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 共是一百多位诸侯 能被主席宴请的实在有限 其余人唯有羡慕 不敢有意义的 顶多只是想从受到邀请的人物那儿探听点新风向信息 即使毛泽东请客从来就是那样几道乡谈乡下菜 红烧猪肉或是红闷肘子 梅菜扣肉或是米粉蒸肉 蒜苗炒腊肉或是辣椒炒腊肠 豆豉火焙鱼或是辣子炒腊鱼块 东安子鸡或是椒盐香酥鸡 再加上两盘小菜 一海碗酸辣汤 可说无菜不辣 无辣不成席 主客三人边吃边聊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 先不让点火 而吟诵一首唐人的七律 去年花里逢君别 今日花开又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 春愁暗暗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 亦有流亡溃奉钱 闻到欲来相问训 西楼望月几回元 吟霸问王任仲 记得是谁的诗吗 王任仲是颇通诗律的 他给主席打火点烟 给刘建勋也点上一支 自己并不吸烟 是唯应悟的纪礼丹袁熙吧 说在唯苏州纪礼 唯应悟在任苏州刺史之前 当过江州刺史 江州是庐山的治所 唯应悟曾是庐山的父母官 写有《庐山一爱草堂》等诗篇 唐志 周县首官 每逢春日都要到地方寻查 劝庚镇绩 叫做春行 刘建勋说 亦有流亡溃奉钱 他应该算个清官吧 毛泽东点点头 你讲对了 唯应悟是清官 他看到自己主政的地方 因为发生灾荒 老百姓四处逃难 讨吃 觉得自己没有尽到择手 而愧对优厚的俸禄 这和我近来的心情有相似之处 上月下旬 我回了韶山老家 雇员32年前啊 新中国成立也是十年了 乡下还那么贫穷落后 看不到多少改变 心里很不好受 去年嘛 想加快建设步伐 搞了场大跃进 又惹了祸 使得上下紧张 不少人有牢骚 加怨气 要冲着我发 我都忍着 顾全大局 王仁仲见毛泽东心情沉重 便替其抱不平说 去年全国头脑发热 主要责任在我们省级领导人 谁不想快些把国家建设富强 提高生活水平 出了些偏差 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中央 我看这种人不是没有良心 就是别有用心 刘建勋不大认同王仁仲的看法 绕了个弯子说 面对困难 还是要强调团结 强调统一认识 统一步伐 昨天听了传达 主席在常委碰头会上 引用了明代杨继胜的诗句 欲试虚怀 观仪试 与人和气 茶群言 大家觉得很受教义 毛泽东喝着酸辣汤 酸辣汤是他的开胃汤 也是几十年喝不厌 他忽然问 常委碰头会上有人向我发炮 传达了没有 人家讲去年的错误主要在两大元帅 一个粮食元帅 一个钢铁元帅 都栽了大跟头 讲全民炼钢浪费了23个亿 用这23个亿 可以把去年世界各国生产的钢铁全部买回来 堆起来会有庐山这么高 好家伙 你们看看 这怨气大不大 都气冲消汗了 王任重和刘建勋心里明白 只有彭老总讲得出这种话 但既然主席没有点穿 他们也就跟着含糊了 说全民炼钢浪费了23个亿 去年大跃进的总浪费超出50个亿 他们倒是在国家纪委的一份简报上看到过 毛泽东说 现在是消极面材料满天飞 我就问过田家英 一片黑暗中还有没有光明一点的材料啊 王任重说 主席的几位大秘书 加上湖南二州 上山后很活跃 他们不跳舞 好清坛 毛泽东若有所思的看王任重一眼 知道知道 秀才嘛 忧国忧民 有点未尽之风 可以理解 建勋 你看呢 刘建勋说 趣味相投 有口无心 昨天中午 周慧请我一起吃中饭 就说去年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 我差点和他吵架 第一书记该打屁股 常务书记就不该打 屁话 毛泽东呵呵笑了 周慧是老实人 去年抵制五峰有功 谭振林代表中央到南方 要求各省水稻密职 越密越好 周慧就没有执行 按下不表 结果是密职的减产 不密职的增产 凡事都要讲个合理性 全国的省委第一书记都该打屁股 起码湖南的周小周就不应当打吗 至于你们二位 去年是紧跟了我的 报了千金省 今年粮食紧张 是该各打屁股五十大板咯 刘建勋红了红脸 随着毛泽东笑了笑 神情有些尴尬 王任仲则脸色如常 这时 卫视长站在参事门口报告 杨主任来电话请示主席 庐山剧院那边今天晚上演出干剧《西香记》 原定八点开演 杨主任说 如果主席来不及的话 就改在八点半或是九点开演 毛泽东看一眼墙上的挂钟 差一刻就是八点了 怎么来得及 就说 告诉尚昆同志 那就九点吧 如果少奇和总司令他们先到了 请先安排跳跳舞 卫视长退下后 毛泽东继续和少星赵元红 开了两三天的小组讨论会 你们两个都在中南组 大家都发表了什么高见啊 我从简报上看到的 经过文字整理 都是四平八稳 不见棱角 刘建勋笑着说 任重同志记性好 笔头也快 记录比我全 任重同志向主席汇报一下吧 王任重看刘建勋一眼 心里骂道 你个滑头 总是必时就虚 嘴里却说 说说就说说 反正是给主席做参考 不准确的请建勋补充 说着 王任重掏出身上带着的小本子 翻上几番 开始汇报 周小周谈湖南情况 首先是对总的形势估计 认为不可太乐观 宁可估计的严重些 决心下的大些 解决起来较有利 对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要做具体分析 把问题看成一个 两个 三个指头 是大的比喻 有的地区 有的行业 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三个指头 要承认这个事实 去年湖南还是有浮夸 上报生产钢铁76万吨 实际上只是60万吨升铁 把60万吨升铁虚报成76万吨钢 还当了幼青 汗颜不汗颜 所以说湖南不浮夸 不吹牛 是笑话 只是还不够 没有跟上形势 去年全国钢指标安排为800万吨就好了 批了反冒进 冒进大行其道 相互攀比 不靠实干 而靠浮夸 毫无节制了 湖南粮食情况较好 暂时无饥荒 是由于我们没有推行敞开肚皮吃 但其他一样紧张 基建搞得太猛 县以上1000个大中型项目 只有300个精批准 其他都是自由化的 省委明知不对 想压缩 但怕被扣上反对大跃进帽子 不敢动作 现在三分之二缺原材料 呈半吊子工程 铁路修一半 烟囱盖一半 桥梁只有几个蹲子 风吹雨打 浪费可怕 相信全国各地都是这样 去年湖南的工人从90万增加到134万 一年之内猛增40% 加上老婆孩子 城镇人口增加近200万 能不紧张 公社问题 形势所迫 太快 太大 几股风一齐刮 建议中央制定政策进行整顿 充实 在现有条件下 工业农业究竟能按什么速度发展 农业能够年增长30% 50% 我和周慧都不相信 更不相信能翻翻 工业也一样 去年太离谱 什么都翻翻 天方夜谭 今年建真章 好几个省区开始闹饥荒 公共食堂问题 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 一 根本不节约粮食 而是天天浪费 二 不利于养猪 过去各家各户的馊水 剩饭剩菜 都是养猪的精饲料 现在家庭不起火 人都吃不饱 社员想养猪都养不起 三 破坏森林 公共食堂的燃料就是砍工家山上的树 一砍一大片 过去每家每户起火 只是弄些毛毛草草 卖杆 棉杆做燃料 四 不能积肥 过去家家养猪 猪多肥多粮多 猪圈肥是主要的农家肥 现在吃食堂 家庭不养猪 农家肥减少三分之二 五 不节约劳动力 半食堂时大力宣传解放妇女劳动力 但半食堂占用相当的难劳力 六 社员普遍反应吃得不愉快 粮食一紧张 村干部就多吃多蘸 形成干部吃愁 社员吃稀的局面 严重破坏干群关系 毛泽东听到这里 猝了猝眉头说 在长沙时 周慧和我也谈了相同的意见 湖南省委是不赞成办食堂的 只是迫于形势 相当勉强 有的人恨不能一个晚上解散所有公共食堂 此事存疑吧 刘建勋和湖南二州关系不错 这时插话补充 记得周小周在发言中也提到 食堂既已办起来了 就还是要努力办好 湖南实行定量到户 按月领粮 节约规矩 坚决不吃大锅饭 农村小自由范围要放宽些 自留地 自养家禽 允许社员上市场出售蔬菜积压淡品 不要害怕出资本主义 农村普遍贫穷 想出资本主义都不容易 尤其不能取消农民的鸡屁股银行 毛泽东问 什么鸡屁股银行 我在湖南一星期没有听二州他们提起 刘建勋说 开始我们也听不懂 周小周解释 农民家家户户养几只母鸡 母鸡生蛋 鸡蛋到集市上卖钱 再买回油盐酱醋日用品 所以称为鸡屁股银行 毛泽东呵呵笑了 好 鸡屁股银行允许保留 任重 你继续 简要些 摘其精妙而言之 王任重继续汇报 陶筑同志谈了广东情况 萧吉一面和湖南大同小异 积极一面 他说 不能光看去年以来发生的问题 要看三年 五年 看长远 看发展 去年交了学费不冤枉 广东有了年产五百万吨煤 五十万吨钢的能力 也有了水压机 去年苦战一下 不后悔 兵武苦战不行 不要光看消极面 不要有牢骚怨气 广东讲了三个月的一个直头问题 现在不讲了 落实指标已经差不多了 仍要鼓足干劲 继续跃进 不少人怀疑总路线 我们广东省委坚信不动摇 我这个人一向直左不右的 毛泽东又笑了 桃柱直左不右 对总路线立场坚定是好的 湖南二州告诉我 今年初 广东有五十万人 涌到湖南境内借粮 差点出事 桃柱有没有提到 刘建勋补充说 桃柱同志对问题一面 也谈得很形象 很具体 头脑还是冷静清晰的 他没有提五十万人 到湖南借粮的事 我只是听周慧说 今年春上湖南借了几千吨骨子 帮助广东度春花 毛泽东晃晃手 好了 如今消极材料比比皆是 任重 你继续 择其精妙而言之 王任重汇报说 吴志浦同志谈了河南情况 去年一年 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 浮夸虚报也出名 影响急于全国 特向全省同志道歉 基层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 三千六百多人 如趁集体生活 集体劳动 乱搞男女关系 强奸妇女等等 坚决处理 春节时有几万人浮肿 由于及时调配粮食 今年春荒安全度过 没有人逃荒逃饭 现在公共食堂一个未散 百分之九十以上可巩固下来 去年六百万人上山搞铁 从小土群到小羊群 算是有了工业 全省每个县有了机械厂 每个公社有了小发电站 总路线完全正确 大跃近是客观存在 只是步伐大了 欠些稳当 错误已经检讨 怨气不要太大 河南今后的方针 一切未巩固公社 公共食堂 持续大跃进 年年能增产 岁岁有进步 浪漫主义变现实主义 毛泽东面无表情 河南是全国灾情 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彭老总他们白天坐火车 经过河南 沿途都看得到 农民成群结队逃荒 吴知浦作为省委第一书记 却仍在隐瞒真相 唱高调 讲假话 不诚实 这是另一类走极端的人 毛泽东忽然问 吴知浦是哪一年的 好像年纪比你们都大 王任重回答 好像是1906年的 和罗瑞卿同志 王家祥同志同岁 毛泽东扬了扬眉头 我只晓得他是新四军出身 刘建勋因摸不清 毛主席的意象 这次他没有插话补充 接下来 王任重问 主席 我也在小组会上 谈了湖北情况 要不要汇报你听听 毛泽东手一挥 免了 任重道远 你去年是紧跟我 还有谭振林 老老实实办错事 吹牛皮 现在心情沉重 湖北全省已死了1500多人 还有15万人浮肿 今年早倒下来 情况会有好转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哪有打仗不死人的 你对三面红旗仍有信心 没有泄气 是不是这些 王任重知道主席带自己情同弟子 既感激又害臊 但他并没有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哪有打仗不死人这话 他要说了这话不得了 简直无言回去见湖北父老 毕竟是和平时期 我们的政策失误饿死了老百姓 刘建勋也主动请示 主席 我在小组讨论会上介绍了广西情况 要不要 毛泽东又手一挥 也免了 你的发言简报上登了 没有大谈广西存在多少问题 强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已成定局 现在人心私定 怕政策再变 你还特别重视广西的煤炭生产 今年只有200万吨 明年需要300万吨 言不及意 环顾左右而言他 建勋啊 你是个聪明人 不想加入困难大合唱 我不批评你 反而比较欣赏你 刘建勋被毛主席洞穿了心事 心里暗暗叹服 领袖真是明察一切 既不喜欢干部再搞假大空 也不喜欢干部有怨气 毛泽东再次看了看墙上挂钟 八点十分 还有时间 就又取过一支烟 让王任仲点着了 嘶嘶的吸着 说 现在山上是两股风 一股是大土苦水 一切都要退 要求退到底 最好退回195657年的反冒进 反左轻去 一股是不承认有严重问题 闻过是非 隐瞒真相 继续浮夸虚报下去 还有就是建勋同志这样 鲤鱼溜边 谁也捉不到他 刘建勋被毛主席点了学士的 浑身麻了一下 王任仲是河北人 不懂什么是鲤鱼溜边 毛泽东解释 南方乡下多水塘 春天农民放鱼苗喂养 冬天把水塘抽至半干 再把水搅浑 草鱼连鱼都浮出头来呼气 农民很容易用网捕捞 唯独鲤鱼罪鬼 只在水边流窜 逃过捕鱼人的注意 得以逃脱 因此用来比喻某些聪明人的行径 王任仲哈哈笑了 建勋同志 你今后要多个外号了 毛泽东把手中烟灰一谈 不可以 重申纪律 你们在我这里的谈话 都是私人性质 不要外传 记住了 好 下面 任仲啊 在你们中南组 还有没有其他的要言妙道 中央常委里 有没有下到你们组里去的 有的话 略须一二 如何 王任仲翻着手中的笔记本 迟疑了 倒是刘建勋爽快的抢着回答 有 少奇同志和总司令都到过中南组 有过几次重要的插话 记得任仲谈湖北情况时 少奇同志就插了一段话 毛泽东眼睛望住王任仲 啊 少奇和朱总的插话 我没有在简报上看到 任仲道远啊 你给转述一下 尽可能详细些 王任仲脸上温顺 心里很恼火 刘建勋扯出少奇同志插话的事来 也太会算计人了 弄不好就是在中央领导人之间搬弄是非 不知死活 今后对此人不可不防 王任仲硬着头皮 眼盯着笔记本 声音有些发色 少奇同志是有几次插话 其中一次较长 去年一股疯 说老实话的人日子不好混 又是插白旗 又是平下游 逼得人不说假话都不行 1958年的跃进 吃光1957年的库存 预知了1959年 因此1959 1960年都要补课 领导看好的多 而且估计偏高 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 是非不当 产量有的红旗对低 白旗对高 省级也是这样 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 比越进的经济意义大 全党全民都得到深刻教训 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 带引号的 另一方面又出了这么多乱子 是破坏性的 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 没碰钉子就知道转变 是难以办到的 要避免犯长期性 全国性错误 那会形成大灾难 王任重念了好几分钟 毛泽东在心里默默复述着 1958年的跃进 吃光1957年的库存 预知了1959年 很深刻 难怪主张问题讲透 怎样才算问题讲透 毛泽东伸手抹了一把脸 仿佛抹掉脸上的不快 他带王任重念完 忽然又问 总理这几天去过中南组吗 有什么插话没有 王任重和刘建勋都不明白 主席为什么突然问起总理来 王任重回答道 总理没有到过中南组 大前天总理要我去游仙人栋 说起这些天 他都在忙着和傅春先念 一波他们调整各项经济指标 他说指标往上调 皆大欢喜 往下调 几乎每个省区都有意见 也是上马容易下马难 毛泽东倒是宽慰的笑了笑 总理不难 谁还难 正可说明多数同志尚未泄气 要求持续于跃进吗 建勋你说说 朱老总在中南组都做了些什么指示啊 刘建勋摸不准主席的意象 仍想推给王任重去汇报 但王任重已起身去倒茶水 根本不理会他 只得以指头敲了敲太阳穴 尽力回忆起朱总司令的原话 我们要承认这样的事实 农民基本上是个私有者阶层 教育农民改变私有者的观念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和城市工人每天进工厂上班 按月领工资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不要以为办了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就解决了问题 私有制观念经历了两千多年 是根深蒂固的 在现阶段还没有条件实行供给制 办供给制也行不通 供给制就是共产制 城里公认还有月薪 乡下人只有个吃饭不要钱 何况还吃不饱 就那么愿意接受你这个共产吗 我看人民公社已经办起来了 全世界也都知道了 我们已经骑到老虎背上 只有把它调整好 继续办下去 但公共食堂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吃喝 办不好就不要硬来 全部垮掉解散 又有什么不好 总比吃出饥荒人命来强 我看湖南二周提到的 反对食堂的六条理由 就条条都过硬 值得我们重视 现在变成吃大锅饭 干多干少 干好干坏一个样 谁还肯出力 不成了养懒人 农民不养猪 不种菜 农贤也不从事手工业 情况令人担忧 还是应当允许农民勤劳致富 号召一切劳动者勤劳致富 兴家之业 而不是要他们治穷 走集体富裕的道路是好的 如果变成集体贫穷就糟了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家庭制度 家庭观念要巩固下去 去年有种理论说是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可以考虑取消家庭制 还说家庭是私有制的细胞 取消了家庭就从根本上消灭了私有制的基础 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 我当时就持保留看法 少奇同志也没有吭声 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基础就是夫妻制 封建时代允许一夫多妻 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男女平等 就算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能消灭家庭实行公妻制 又回到原始社会去 身强力壮 空无有力的男人 当然会有很多的公妻 体弱者病病歪歪的 就可能根本得不到公妻 还是人和人的不平等 总而言之取消家庭制 这个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 我坦率的说没法子接受 那整个的社会不就成个大动物园了 刘建勋详尽回续 毛泽东面无表情 王任仲却急得只要跺脚 暗骂道姓刘的 你想找死啊 还不赶快闭嘴 你平时滑得像条泥丘 这会怎么没心没肺了 考虑取消家庭制度这话 是毛主席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 讲了好几次 后来没有再讲 当时编会议简报 起草会议文件的胡乔木 田家英等人 警示了少奇小平同志 才没有写上去 朱总司令的发言 就是针对毛主席的上述言论的 你个蠢家伙 竟敢当着主席的面 接他的伤疤 其实刘建勋去年八月间 因病没有参加北戴河会议 是由自治区政府主席 韦国卿带他出席的 并后他敢看了全部的会议简报文件 也没有看到毛主席有关取消家庭制的讲话 他发现王任重正以严厉的眼神瞪他 便停住了 毛泽东却不是王任重的这种想法 他反倒欣赏刘建勋能原原本本的把朱德的言论反映上来 要不光是看六个大组的会议简报 就根本看不到刘少奇朱德等人的精彩讲话 特别是朱德的言论 和彭德怀是相互呼应的呢 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副总司令想否定去年的三面红旗解散公共食堂 是唱的一个调吹的一个号 毛泽东见刘建勋像是汇报完了 倒也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势 毕重就轻的说 总司令的指示就是这些了 很好吧 又多了一个公共食堂的解散派 农村吃公共食堂 果真吃的怨声再到 饿嫖再到了 你们二位相信不相信 反正我是存疑 新生事物总会有缺点 不那么完善咯 即使垮掉一半也还有另一半 对了 你们听没听到 有没有要求为去年中央批周臣的反冒进平反的呼声 很可能出现 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王任重和刘建勋相互望上一眼 一起摇了头 他们顿时心里沉颠颠的 天爷如果再扯出总理和陈云反冒进的事来 可就是党内的大麻烦了 日子就不得安宁了 偏偏大家心里又都有数 总理和陈云的反冒进是正确的 去年不批周臣 就不会栽大跃进这大跟头 正沉默着 毛泽东的保健护士小钟进来了 小钟风容量世 满世生辉 是来提醒毛主席和客人去看戏的 王任重眼睛一亮 心里羡慕一声 好个熟透了的水蜜桃式的女人 刘建勋泽目不旁视 看了一眼手表 呦八点三刻了 毛泽东起了身 有小钟陪着 边往洗手间走 边问王任重 干剧《西乡记》演的是王石府的本子 还是董建元的 你们先下楼等我 王任重随前两步 干剧演的是董西乡 他们去年到武汉上演过 水平不错 我们湖北汉剧演的是王西乡 两个本子各有长处 晚上十一点半 毛泽东由卫士 护士医生一般人陪着返回美炉 按规定 其余人都在美炉楼下值班 只有小钟随他上楼 毛泽东在一张软床上坐下 先让小钟替他做每晚上的肩背部力行推拿 小钟边推拿边揉声问 主席 等会儿你是先洗澡还是先躺躺 听我谈一曲琵琶 您还说要把白香山的琵琶形抄录给我呢 不知为什么 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 他的目光落在靠窗的书桌上 上面心放着一个他熟悉的黑色文件夹 那是政治局常委会秘书田家英报送材料专用的 文件夹共有红白黑三个 红色的用来报送各类喜报 捷报 请柬 贺电等等 白色的用来报送一般的 但必须知会他的各类简报 日程 亲友书信等等 黑色的用来报送国内外突发事件 紧急军情 党政干部思想异动 各地严重灾情等等 去年一年 红色文件夹日复一日的出现在他书案上 今年以来 却是黑色文件夹频繁出现了 田家英又报来什么消极材料了 毛泽东总算耐着性子让小钟替他做完肩背部推拿 小钟的推拿手法 不如周恩来那边的那个小梅 小梅更能准确捏拿背部穴位 但他喜欢小钟身上的青春气息 一股淡淡的甜香 常常是双手和双乳一起在他肩背上抚摸碰触 他站起身子 伸手摸了摸小钟的水蜜桃式的脸蛋 小钟正要顺势喉上来 他却轻轻推开了 你先去歇歇 我要赶看桌上的材料 半小时后你再来 我们吃宵夜洗澡 小钟乖顺的退下 毛泽东取过黑色文件夹 拌养在糖尹上审阅 里面有田家英一页短信 主席 这份材料不是江西省委送来 是我无意中在庐山管理局党委办公室的简报中发现的 盖了机密字样 今报请你一月 或许对了解近一段地线两级党委书记们的思想动向 有某些参考价值 毛泽东随手翻着材料 无可奈何的叹口气 材料名曰 江西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 还好 总算不是某省某地又有多少万人患腐肿病 多少万人死亡 这类报丧式的材料实在不想再看了 又不能不看 无事下情就可能成为伤咒王 脑袋被搬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呦 原来是在他们省委党校学习的八十多名县委书记 县长大人们的高见 看来的确有点代表性 值得注意 他们对去年的大跃进有三点看法 一 大跃进是吹起来的 是浮夸谎暴的结果 二 大链钢铁劳民伤财 得不偿失 三 粮食 副食品 供应紧张 就是去年一年成败得失的证明 好家伙 县太爷们倒是直截了当 不留余地 指去年大跃进一无是处 毫不足取 简直要效法古人的公车上书了 还有呢 他们对人民公社的看法是四条 一 是早产而 群众是不自觉的入社 是被封刮进来的 二 违反了客观必然性 是根据上级指示 人为的产物 三 没有高级社优越 农民只说高级社好 没听说人民公社好 四 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 攻击制 无物可攻 公社的缺点 大于优点 现在是空架子 金字招牌 毛泽东看到这里 脑子里轰轰响 再也躺不住了 这算怎么回事 江西当年还是老革命根据地 中央苏区的所在地 中央红军在这里组建成长 如今 为了去年的大跃进 人民公社化运动 江西全省的县委书记们 却集体反对党中央的决策 矛头直接指向党主席 去年 我毛泽东说了多少个人民公社好 登在全国的报章杂志上 中央文件上 家喻户晓 妇如皆知 如今 江西全省的县态爷们却说 农民只说高级社好 没有听说人民公社好 缺点大于优点 空架子 金字招牌 堂堂省委党校 印出这种简报 哪里还有半点革命传统的气味 江西省委听之认之 这类简报 恐怕比台湾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反共宣传 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毛泽东想按铃传唤小钟来陪陪 今天晚上恐怕又要失眠了 还是把罗瑞卿找来 让公安部长去对付 不不 那一来 山上的神仙会就乱套 遇事虚怀观一事 与人和气插群言 还是要冷静看待这类 又的不能再又的言论 暂时不宜又搞钓鱼 引蛇出洞 当前各地发生局部饥荒 已经开始饿死人 鱼米之乡的湖北省 王任仲说15万人患水肿 1500人死亡 可武汉军区的一份报告上说 湖北全省150万人患水肿 已饿死15000人 子曰 巧言乱德 小不忍则乱大谋 太史公曰 千阳之皮 不如一胡之夜 千人之诺诺 不如一世之恶恶 武王恶恶以娼 殷咒默默以亡 老子过寒谷观 武子虚过昭观 总要过了这关口再谈其他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